常駐師父 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還有各位菩薩 大家好 我是趙永寧 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來做一個大懺悔 以前的我就是 很不喜歡帶爸爸媽媽出門的 我感覺說帶我們出去 我很老氣 我感覺說 神兵帶一個像大怪物 別人都看 都看 我都想 從外面去想說 一定看不去我 就是讓我覺得心裡不是 就很不舒服 爸爸的人又很慘 他都要坐公車的 經常都要出去的時候 就說要去坐公車 上車的時候就是 他們就行動不方便 就必須要慢慢的牽他們 就會引起大家的注目 我就很不喜歡 有時候帶他們出去我就說 不然你們不要去 我自己去就好 就跟他們關在家裡 所以就是小時候就是比較不會想 自己心裡產生那一種很嚴重的自卑感 那直到就是因為秋召阿姨的姻緣 認識了瑞珠師姐 然後師姐才就是推薦我 可以來上一下我們的社區志工 然後上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看到黃仲球師兄他們全家的分享 讓我看到非常的震撼 我覺得說 媽媽他們這麼辛苦 養育我他們沒有抱怨 我在抱怨什麼 然後經過就是實際的一些課程 讓我慢慢感覺到 我們真的是要停止抱怨要感恩 因為媽媽他們自己出去 他們都不覺得自卑了我在自卑什麼 所以這段時間讓我很感恩 那有感恩對瑞珠師姐用心的陪伴帶領 那現在我就覺得說 我的媽媽不是大怪物 她是大菩薩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請,請請走 tane 雞